Youtube的影片還在輸出轉檔當中 好不好 沒想到久久的也是會遇到一次放送事故 等不到影片有沒有 呵呵 還在輸出還在輸出 今天不一樣好不好 這個叫做放送事故 呵呵呵 今天Youtube的影片要這個 還在輸出轉檔當中 所以今天提早直播 今天下午已經開始直播了好不好 禮拜三大放送有沒有 髮型好像喬瑟夫 欸 我跟你講喔 講到喬瑟夫 我在觀察這個人的時候啊 他的訂閱才好像兩三萬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應該以後會爆紅 我跟你講我看他那個Youtube訂閱數兩三萬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十幾萬了 殊不知 幹人家現在媽的 好像三四十萬了 超快 直接超車 這不是超車的問題而已 齁 直接打趴在地上 這個叫做什麼 壓在地上碾壓 你知道嗎 齁 可是喔 除了喬瑟夫 不意外以外 還有一個 其實我在這個大概 一年多 齁沒有喔 大概一年多兩年前吧 那時候那個 曾伯恩還沒有紅 欸 我好像之前講過了齁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這個人我覺得他以後應該會不錯 然後我就有私訊 那時候他曾伯恩 他有回我 因為我想要找他看 怎麼合作拍業配還是影片 可是那時候因為 我問他說那你的費用怎麼算 然後因為那時候他不紅 他可能也不好意思開費用 所以他不知道該怎麼開 那我也 我也第一次找網紅 想要一起合作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價錢 後來就不了了之 殊不知 沒多久 對不對 人家現在爆紅 呵呵呵呵 所以代表我的眼光還不錯對不對 對好不好 所以以後你們要娶老婆有沒有 帶來先給我這個 適用 不是啊 先幫你們觀察看看 呵呵呵 我幫你們觀察看看說 這能不能娶 有沒有 我如果幫你們這個鑑定完之後 我說欸必娶 一定要娶 我說必娶 好不好 這樣你們就可以娶了 先給我幫你們檢查一下 想問小師哥對於Focus Active 有興趣嗎 沒有 我跟你講我對於那一種 他的教室家高的 我真的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不會日文啊 我那個日文都亂哈拉的 我就是常看日劇嘛 常看一些日本片嘛對不對 好像你只有這樣而已啊 就看看看看看看有沒有 多看啊 聽他們講 你知道那個日本 他們一句話 然後因為語氣不一樣 有那種不一樣的感覺有沒有 很好吃 有沒有 然後很好吃要怎樣 中間停樂酒一號 有沒有 有沒有 成度越大就代表 越好吃 有沒有那種感覺 那種表示程度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會的遠遠超過亞美蝶的 片子的內容 要先從那個訪問開始 欸 這個 第一次是幾歲 有沒有 為什麼會想要來拍這個 有沒有 大概從訪問開始 真的 沒有 我們不是要談論肉片 我們要談論日文啊 沒有 泰山是不好意思講 我是開他玩笑 他是真的會 我跟你講啦 你不要說日文 泰山連中文都很少講了啦 哈哈哈哈 他基本上很少講話好不好 所以泰山不是 不會日文 他是 他是連話都很少講 2004年RX330天窗有摩擦的機關機關的聲音有什麼問題 大部分那個聲音喔 會出現在那個隔板 天窗的遮板上面 有時候你把那個隔板打開 搞不好就沒聲音了 天窗我覺得很少發出聲音欸 其實天窗很少發出聲音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隔板 有沒有 泰山是不好意思說話 那個比較含蓄一點 泰山比較含蓄一點 他 他 來我們這邊上班一年喔 說的話可能是他過去五年上班的家長更多 會不會有沒有這可能 我是不曉得要問他以前的同事啊 看醫生拿個藥 感覺我一直流鼻水 我跟你講我沒有在看醫生的 我老婆媽每次都為了這事跟我翻臉 我覺得感冒就是多喝水 補充維他命 多運動 他自然就會好了 好不好我覺得要那種東西 吃越多越那個 網路講福特妥算率不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喔 我常跟大家分享就是 每一個廠牌都有他的喜愛者 擁戴者 那我覺得你很難有一台車 你在網路上查不到他任何的負評 就很像以前網友最常講的一句話說 奇怪為什麼小事都找不太到負評 那我覺得也許有吧 只是可能我們的不好的東西影響沒有那麼大 也沒有那麼多的客人 所以可能也許啦 我說也許我不知道 因為也許他在背後很不爽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我認為說我們至少是朝很好的方向去做 所以我認為你看 就連Toyota一直以來對不對 爸爸媽媽最愛的品牌 他還是 出了偶爾出了一個什麼不好的東西還會被講 因為每個人都會找一個可以攻擊的去攻擊嘛 對不對 你的頭上率很高 我就說你鋁灌車 你現在改了底盤改了又比較好 配備 配備有沒有偷 有沒有 配備你也給足了 欸我會漏水 其實我覺得 依我這麼多年來齁 從以前這個 雅虎還有奇摩家族有沒有 幹你一定很多不知道齁 以前雅虎有奇摩家族 所以裡面以前的那個 車友啊有沒有 都是在家族裡面 你知道啊 現在都在FB嘛 或者是這個Line的這個群組嘛 真的 然後大家就車友在裡面 然後以前還有論壇嘛 以前什麼CV3 Club 什麼他的 意大利的車的Club 什麼 歐寶的車 什麼車都有Club 然後以前都要大家在那邊討論 那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喔 我觀察了那麼久 我發現 我自己這樣覺得 我覺得買車還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就是 他的外觀 他的內裝 然後他開起來感覺 我就是很愛啊 我就愛啊怎樣 那至於他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人 呃你愛他 你就要去 去解決他嘛 以前阿嬤 以前離婚率怎麼那麼低 為什麼你跟阿公在一起 那麼久都不會離婚 有沒有 阿嬤就說 這時候心靈雞湯嘛 阿嬤就說 我們那個時代沒那麼有錢 東西壞了 我們第一個不是想把它丟掉 我們是想辦法把它修好 一樣的道理 然後你問阿公 阿公你為什麼可以這麼久 跟這個阿嬤在一起 已經六七十年了 那你保持這個婚姻 這麼長久的秘訣是什麼 阿公就說 因為我都叫他親愛的 他說 原來保持婚姻 長久的秘訣 就是要叫對方親愛的 那阿公說不是 他說自從喔 十年前我忘記他的名字之後 我都叫他親愛的到現在 所以我的婚姻就一直好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自己喜歡就好 你看像 大家常講 阿DSG齁 很厲害很厲害 阿嬤阿嬤 路上的服飾DSG有少嗎 你覺得有少嗎 沿路都是 滿街都是耶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沒買過的 怕得要死說 小四喔 你怎麼賣這個 DSG 阿這個DSG 不是說很會壞嗎 阿嬤阿嬤阿嬤 可是問題是 路上真的就一堆阿 那那些 都死了 都閃光 都死亡閃光了 每個都媽一閃就死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本來就是 各個品牌阿 有的互相攻擊 有的是 也許是品牌跟品牌間的擁護者 你不要講什麼 我們講納字節 小四講的那麼爽阿 路上納字節 有少嗎 還是很多人在開阿 那那個納字節 開的人都覺得很爛嗎 也沒有阿 他們覺得我超好棒喔 超棒的 電子配備超多 超棒 對不對 我就喜歡這種的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不要想太多 當然我明白說 因為我們一筆花費出去 好幾十萬可能是你存很久的錢 你為了買一台車 所以你做了很多功課 可是我通常喔 發現一件事情 你功課做的越多 功課做的越久 你爬文爬的越久 你越不敢買 你每一台都不敢買 我真的遇過很多這樣的客人 叫他買什麼 可是人家說那個名秀怎樣 叫他買什麼車 可是那個不是會漏水 叫他買什麼車 可是那個聽說有什麼的問題 代步車稅金不要太高 偶爾跑高速公路高雄來回 SPORT的推嗎 安全性來說夠用嗎 永生你是說哪一代的SWIFT SPORT SWIFT SPORT 我覺得是夠用阿 也OK安全性也OK 只是我覺得他開高速公路 呃顯得 就比較沒那麼舒服 我們這邊有沒有推薦的小車 禮拜五去看車 我這邊的車 基本上你看得到 欸其實我常遇到一個問題 說小師哥 我想要三十萬買一台車 你有沒有推薦的 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需求是一般的代步使用 家庭使用 我我這一邊的車 你只要找到預算相符 然後國產車 或是日系的國產車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阿你偏偏要去挑一台進口車 那我就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我坦白說 VSR1.6變速箱 是不是很容易壞呢 我跟你講VSR1.6變速箱 我修過的機率比Focus還低 基本上VSR1.6的變速箱 我幾乎可以說是 喔我修過一次 四門款的 跑十六萬公里的時候修的 好不好 他那我覺得他的比例 VSR變速箱 有問題的比例比Focus低很多 其實我覺得MX5還好阿 沒有特別保值阿 算合理阿 我跟你講MX5這個車 現在還不算保值 我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像這一種敞篷車阿 其實我跟你講 越後面才會越保值 大部分喔 這種敞篷車 我們講的這種 方卡有沒有 通常會被拿來當第二台車 或是買回來耍帥 買回來玩的這種車阿 其實一百多萬還是很難賣的時候 我的預計是等他掉到這種五六十萬 像八六 你有沒有發現八六 八六其實價錢掉到現在喔 你看一一年 一二年的八六現在還賣還要六十幾萬喔 他新車我記得一百二嘛 一二年已經八年了才還有一半喔 你就跟我的雪佛蘭那個大黃蜂也是 他現在還要一百多萬其實很難賣 大黃蜂有一天他如果掉到四五十萬 我跟你講超好賣 你看八六現在掉到五六十萬就不掉了 真的不太會掉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買八六的時候 那當然還要加上他躲散率也不錯 所以MX5我覺得他反而最保值的時候 應該就是在五六十萬 掉到這個五六十萬的時候才是最保值的時候 現在還不是 現在還會掉 好不好 我哪衝得像你說大盤的 我跟分析師欸 老師在講有沒有在聽 昨天就跟你們講 那檔要出了 不出跟不上 落單 現在套住了 回來跟老師講 老師 老師我出不去了 阿怎麼辦 對不對 阿老師說要聽阿 咱就叫你走阿 不走 對不對 有沒有 我說講得好像在講股票了 現在以連鎖是否都不推 沒有我不是推不推阿 我是對這個品牌沒有研究 對這個車款沒有研究 什麼KIA 那我都沒有研究 也許他很棒 也許他很棒 也許他是一台你可以買的車子 但是我沒有研究 所以我就不敢講 146330CIC敞篷 有哪些注意的通病 差不多就那些東西阿 其實敞篷車我跟你講啦 146就是那個引擎 肉油跟吃雞油啦 阿敞篷其實 我覺得BMW敞篷 我這樣講阿 其實軟篷的阿 敞篷其實問題比較少 硬頂敞篷其實他的油壓缸問題比較多 因為軟篷的那個敞篷的 第一個機構不一樣 第二個那個棚子是比較輕的 一塊薄而已 比較輕 所以我覺得他損壞率比較低 阿你如果是那種硬頂敞篷 我覺得老車你就要注意一些油壓缸的東西 所以其實330146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問題 你該注意的還是差不多就是那一些 BMW油水 油路水路的問題而已 然後變速箱我覺得 不過他變速箱壞掉蠻明顯的啦 頓挫會比較大 變速箱可以試一下 油門會抖 技師說傳動軸掛了 原廠報價45000 外面翻新的4000 還有TOYOTA 3500 傳動軸可以選8000 預計開10年 欸我覺得這很好弄阿 你看喔 傳動軸啦 原廠報45000 外面翻新報4000 要是我就是4000先換看看 看這個4000可以撐多久 欸差11支的價錢欸 阿你看一支可以撐多久嘛 阿你去算下一次你就知道要換原廠還是換副廠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覺得傳動軸這種東西 它沒有很直接的去印象你的行車安全的東西 要是我會試看看阿 我覺得這樣是最簡單的啦 我自己的經驗感覺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可以用副廠的 因為我認為台灣翻修傳動軸的能力應該也沒有再多差啦 要怎麼樣說服長輩只看品牌買車 而不看車子本身其他配備的困境 我講一個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在這一行我做二手車對不對 我爸爸喔他都買新的 那而且喔我也不太去 不太會去管他買什麼車 我覺得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那他如果有問我 我給他建議拿幾款 那他自己去選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喔 我不會想要去勸長輩說你要買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簡單啦 有些我們在這個服務業很久啦 如果做服務業就知道 一個客人進來帶著爸爸媽媽啦 很簡單要買什麼車 要不要注重佩佩還是要注重品牌 看誰出錢的 很簡單欸 阿如果老爸老母出錢的 小孩子嘴巴就閉著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看誰出錢的 就這麼簡單 我遇過一個更誇張的 我以前喔遇過的客人 20歲還大學生 還在念書 開一台雙門跑車100 我記得那時候賣150萬左右 我不講什麼牌子的車 因為我怕他看到 阿不過那個已經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發生這個事情 那個小朋友要買車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媽媽不讓他買車 他就在家裡捶牆壁 把牆壁捶破 把家裡的隔間牆捶破 鬧 鬧 撞壁有的沒有的 我要買車我就知道買車 我就知道買車 結果咧 就買了 孤兒嘛 阿不然怎麼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是這樣認為啦 我覺得不要 就像長輩 對不對 他如果想要投哪個政黨 哪個候選人 我覺得也不要去干涉他太多 對啊 就讓他們做他們開心的選擇就好了 我覺得 不要試圖去改變別人 因為像我這樣子 在這邊傳教有沒有 開直播在那邊傳教 我也沒有想要改變你任何想法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阿你聽就聽 你不聽就算 聽不進去有點家的事情 你來現場 你小吃我跟你借到車 這幾台跟你介紹 阿你不喜歡 阿你不喜歡不喜歡 那不然呢 我拿錢給你押 說不行 你一定要買這台 不行嘛 錢在你身上 你想買哪一台 你就買哪一台 我是這樣覺得啦 像我最近公司又有來新的同仁 那我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說 你今天銷售 你在賣一個東西 不管你是不是賣車 很多人在銷售 不管你賣保險賣什麼 賣直銷什麼 很多人的銷售都誤以為說 你要用一種洗腦的方式 灌注的方式 然後一直想要去改變別人的想法 最好是讓他本來不接受這個東西 然後被你講講講講講 講到最後接受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錯誤的 對我來講 也許對於銷售學來講 這是正確的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雙方都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我比較不喜歡 把自己弄那麼累 因為你要說服他你很累 他被你洗腦他也很累 對不對 我通常 我的這個Style 就是屬於那種阿姨 我不想努力的那種 有沒有 阿姨我可不可以不要努力了 我就放很鬆 我不想努力 阿姨想買哪一台就買哪一台 對不對 阿姨還會跟你講 大家都那麼熟了 怎麼還叫阿姨呢 有沒有 剛剛有人講老闆娘 我連我老婆都是阿 我從來沒有想要改變他什麼 我覺得改變一個人太累了 阿賣賀 對不對 大家就 阿姨 咦 阿姨 很辛苦 你知道嗎 那個對他而言 跟對你而言 都是一種很痛苦的事情 你不覺得嗎 可是小屍 我是自己出錢 長輩會情緒勒索 希望我買梯牌 家政這樣子 不可以喔 因為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結婚了沒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子 以後結婚你老婆會很辛苦 因为你连买手机都会被长辈念 我觉得这太好 我们讲真的 我们人到一定的年纪 那更何况 遑论说我们钱自己赚的 我要买什么东西 我觉得不应该 是说我从小其实就是没有在忧人 我从小其实都没有在忧人 长辈的啦 真的真的 我属于那种不忧人的 然后我老婆也对我这种 对长辈的态度她觉得很痛苦 因为以前常会跟这个长辈 爸爸吵架啊 什么不爽不爽好 可是到最后都不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嘛 反正长辈讲什么都好好好 我还是做我的事情 有没有 他叫你说不要买iPhone的 要买HC4 有没有 我说好好好 然后买回来iPhone 差小的那么多 要买就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没有 我刚刚讲 不要改变家政 我只是劝你说 我觉得这样子会很辛苦 就是说 我觉得你自己出社会了 有没有 应该要自己学着 走出去好不好 走出来 很多长辈说 我要买房子 不要买在那儿啦 你要买在家的附近啦 有没有 你要买在家附近啦 不要买太远啦 你要买什么 我跟你说啦 到时候你要娶婆 不要娶这个 娶那个比较好 是我在用啊 你在用 不是啦 是我在结婚还是你在结婚啦 有没有 你看 本地上就是 我在本地上有点年纪了 他就想的是很开的 儿孙自由儿孙福 长大了要放手 让他们自由飞 对不 啊长辈就是要 喜欢医劳卖劳啊 啊我先不管啦 也许他们是真的经验丰富 但是我不管嘛 我就是喜欢跌跌撞撞 呵呵呵 对不对 我的人生 我可以自己选吧 我就喜欢跌跌撞撞 你看哦 当初 我不顾家里的这个反对 对不对 我去买一台 二手车 然后二手车就算了 我还去买了一台喜美 结果妈还中枪买到四库车 对不对 人生跌跌撞撞 可是成就了我现在的样子嘛 我当初如果听爸爸的话 对不对 乖乖的这个赚钱 乖乖存钱 不要先买车 先买房子 对不对 还是说 欸家里的车懵用 不要学人家开什么喜美耍帅 我当初乖乖的听 我现在在干嘛 我不晓得 不一定嘛 对不对 很难说嘛 那我们这样跌跌撞撞 跌跌撞到现在 欸反而我们很珍惜啊 所以我倒觉得说 这个东西 没有说一定的答案 我觉得是这样 有时候跌跌撞撞也蛮刺激的 对不对 爸爸叫你不要取这个 你就取这个 一定好 一定不好吗 不一定 不好 算了啊 切了就切了 没要怎么 啊 离就离啊 没要怎么 就这样 人生就跌跌撞撞 你爱的时候 谁讲的话你听得进去 对不对 那如果你爱这个女生 长辈叫你不要取 你就不要取 那你也没有很爱啊 你还好而已啊 是不是这样说 我现在怎么说就谈恋爱 现在变成恋爱相谈事了 对啊 我跟你讲 这一期的那个直播 没什么好剪 没有内容 都没有在讲车 完蛋了 不行 我利用五分钟时间 我一定要讲一下 不然真的没东西剪 我会被他们干掉 他们没东西剪 然后我准备 这题目 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来 我快速的讲一下 让他们有东西剪 这个有人会问说 我常会遇到有人问说 这个有贷款的状况 你想要卖车 可是你的车还有贷款 可不可以卖 那我跟大家讲 是可以卖的 贷款是可以卖的 通常他的这个 买卖方式是这样 比如说 你的车还有贷款 那你卖给我 好我们先假设 你的车我跟你说 五十万 那可是你的 你的贷款还有三十万来讲 你还是可以把它卖掉 我雇五十万 那贷款余额三十 对不对 那我们会帮你去把那三十万清掉 好那最后结余 剩下二十万 我们再转成现金 汇到你的户头 那等贷款清完 因为你有贷款的状况之下 你的车会被设定 没有办法过户 所以就必须要先 帮你把三十万的余额 截掉之后 他把那个设定解除了 资料 收回来这边以后 我们过完户 才可以把这个余额 汇给你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 假设我跟你估五十万 但是你的余额还有六十万 是不是还少十万 那就变成一样 我跟你买五十 但是你要补十万进去 那个不足的部分 那五十万我帮你出 那最后一样资料回来 就可以做过户的动作 好所以这个 有贷款是可以卖车的 但是有贷款的话 你就比较难自售了 因为就很麻烦 好我建议啦 有贷款的车建议 不要自售 除非你有可以自己 先把它结清掉的钱 要不然你到时候 会有这个资料往返的问题 对双方都没有把握 因为我是车行嘛 我跑不掉 对方跟你买车的人 你不认识他的时候 那谁要去清这个贷款 我不是车行 那我要跟你买这台车 还要先帮你结清那个贷款 那万一 我帮你把贷款结清以后 你跑了 怎么办 对不对 好除非你要自售 你的车还有贷款 你要自售 你除非你自己有钱 可以先去清 等到成交 哦讲好 谈妥了以后 你自己先去把它结清 那再一起去办过户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钱 会变得很麻烦 因为对方不可能帮你清 他什么都没有 他先帮你清完贷款 然后你就跑了 那他不就倒霉了 对不对 你说可以告 可以告 对啊 等到要找到人 要告到人 开庭开到来 不知道又过几年去了 就会变得很麻烦 那我也遇到很多例子 像上个礼拜 也有遇到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有朋友欠钱抵债 这个也很常听到 有人说 哦我记得他 他欠了我300万 他没钱了 拿车子来抵 那结果他车子还有贷款 那我现在又要帮他清贷款 他怎么抵债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风险是很高的 他已经缺钱了 你又去帮他清贷款 为了抵那台车的债 到时候万一 你再清他再跑 对不对 他都已经欠300了 有差这一台车几十万吗 再继续欠 那你可能你会变得很复杂 很麻烦 其实这社会上有蛮多 这个这种很麻烦的事情 好还有一个 也是上这个礼拜遇到的例子 有人说他停红灯 他禁止中停红灯 被后车撞了 那最后这个 他们警方判定 完全被撞的这个客人 他是没有照折的 可是问题来了 对方保险公司 只愿意赔三万五 他说你这车残值不够 只能赔三万五 然后呢 修起来 总共修起来要五万五 也就是说 你自己不够的状况之下 你还要再修车 你还要再贴两万 那他就问我说 小师哥这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告他 我说你当然可以告他 可是问题是 你为了这个三万五 跟五万五的事情 你去告他 那法官 他问我说法官怎么判 我说 这个有成功的案例 问题是 几率很低 然后再来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花了那么多钱 你为了打这个两万块的官司 然后 法官要怎么判 你都完全不晓得 那我是建议你就 没办法了 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 我常之前直播 有跟大家分享 你被人家撞到 对方好像帮你修复 就没事了 我帮你修好啊 问题是我车被撞了 有折旧问题 有折价问题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车有折旧问题 怎么办 不好意思 台湾没有 没有人在管你折旧 你如果是救车 你告上法院 法院也是用这个%数说 你的车已经几年了 然后这个 折旧 再折旧 再折旧 换算起来 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 我遇过案例 比如说 一个车祸发生 对方要赔他10万 对不对 修复车 结果这个被赔 被撞得真的不爽 他说 这个车 我这买的 这么败我10万而已 我要给你修够 我要你赔更多 然后要这个赔更多 因为我在宾市 我有折价什么 结果双方 法院 走法院走了两年 法官判下来 只要赔6万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吗 本来要赔他10万 他说太少 他要30万 然后告上法院 然后 两个这样一直 跑法庭 跑了两年 结案了 法官判出来说 对方赔6万 你本来10万你不拿 你跑了两年的法院 最后 只拿到6万 因为法官会算啊 算那个折旧啊 一直算啊 说你的车那么旧了 一直折旧 一直折旧 反正很多人在讲 台湾的那个 法官是最大 那没有办法啦 你遇到什么样的 法官你不晓得啦 那我有遇过打赢的例子 可是通常 你赢的只是赢的一个 就是赢而已啦 因为钱不一定比较多啦 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 你赢了啊 结果赔6万啊 所以有些人就是为了要 这种一口气嘛 就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 好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啦 没有这次抽奖是IG的奖啦 你们有没有去IG 我们去追啦 KAKA19888 好不好 去追踪一下IG 那年轻人在用的东西啦 要学一下好不好 我四十几岁啊 也是在学这个 旁边的这些厂商 大家也注意一下啦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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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神兽委屈 不要加烧好了 好啦 大家晚安啦 哦 今天要去 大家去看一下YouTube 连结在上面 快去看 拜拜 我要去等了 我也要去等了 大家晚安